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在安息日的时候 让大家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今天我想用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 借着圣经的 这个主耶稣所说的比喻 一同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那最近一直在看一本 一个传道者所写的书 他写到耶稣说的比喻 那所以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两种根基 那今天我想接着 就是在读这本书当中 一边读一边思想 那圣经的道理 还有一些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一个比喻 到底带给我们的 有什么的教训 有什么的帮助 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 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到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十七节到十八节 这里是这个浪子 他突然醒悟过来 他自己心里面思想的一句话 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一节 到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这里都在提到这个浪子的故事 那其实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他用很浅显生活上的一个遭遇和道理 来教导我们 那其实他是在导正那些 自义的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观念 我们从十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就可以看出来 那时候有一些税吏跟罪人 都来靠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理 也许他内心非常的饥渴 也许他内心非常的难过 那听到耶稣所讲的道理 觉得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安慰 所以他们一直的来靠近耶稣 那这时候的法利赛人跟文士 他们就私下议论 他说这个人怎么 耶稣这个人怎么会接待这些罪人呢 而且又跟他们那么要好 跟他们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分享这个生活上的事情 那主耶稣他其实他就讲了 连续讲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就是施养跟施浅的比喻 两个比喻 施养的比喻 然后又讲了施浅的比喻 那第三个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 那三个故事连续连起来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比喻 那最主要是要传达神对世人的爱 神对私善对浪子回头的爱 那神其实不愿意让失落的人一直沉沦下去 神希望寻找那些痛苦失丧的人 一个都不能少的一个决心 那这个比喻是一个很浅显生活中所遭遇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借着这个比喻 可以让我们了解 让我们知道神对人的一个爱 那首先我们来讲到这个小儿子 小儿子我们来看15章的11节跟13节 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13节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 这里提到的这个小儿子 他的要求 他跟父亲提出的一个要求 那其实依照犹太人的习俗 其实我们现代人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遵守摩西的法律 那要得到父亲的产业 有几个条件 就是这个父亲年老了 已经没有办法在工作 那很虚弱了 或是父亲已经离世的时候 这些孩子才可以要求 这个分得父亲的产业 但是这小孩子的要求 让我们看出他的鲁莽 跟一个无理 觉得这个是产业 好像是我应得的一样 好像是他的权利 好像是父亲欠他的一样 这在社会上我们也常看到这个情形 他并不是借着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这些产业 也不是自己的经营 他借着继承 但是在他心目中 他觉得这就是属于他的 那我们不知道 这个小儿子 他自己对这个家 到底有付出多大的辛劳 有多大的辛苦 他才能跟这父亲的要求 但是圣经这里写得很简单 其实这个父亲是爱这个儿子的 那应该也是儿子他苦苦的哀求 所以他就把这个产业分给了他 那我想这个父亲 这里也是很无奈 因为看到孩子这样的幼稚 而且任性这样无知 那这样的要求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抉择 但是这个父亲 还是把这个产业分给了他 这对父亲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冒险 那圣经里面描写 那父亲照着他所求的 把该的的产业分给了他 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 这里就提到他说 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就往远方去了 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为何要要求这个产业 那也许我们可以思想 他可能是想说他趁着年轻 要到外面去好好的经营一番事业 到外面去闯一闯 也许这个孩子他有一个很大的理想 也说不定 那他这个孩子他也可能 他也不愿意困在这个小小的 这个故乡里面 也不愿意就是 一直在父亲的这个阴影下来工作 所以他希望能够自己的发挥 他自己的长处 那这个以世人的眼光来看 也许觉得这也是很合理的 那他就是要勇敢地踏出去 寻找他的人生的方向 这以现代人来说 这也是不无道理 但是想不到他一到了远方 他自以为有智慧 也许他结交了不好的朋友 也许他没有办法面对 这个外面世界的险恶 并不是在家里一样 就是这个大家的宽容包容 予取予求 那他以为他带的钱财也够多 所以就暂时放弃了他的理想 先好好享受一下 这就有点像我们这个 就是刚工作的年轻人 那其实心中就有很多的梦想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 这个将来是我的一个工具 帮助我的工具 所以一开始工作 就会把很多的金钱 就会去买自己想需要的东西 那常常经过几年之后才发觉 奇怪 我这么努力工作这么多年 那怎么感觉 这个我没有什么存款 怎么没有什么存钱 那这个东西会旧 又要淘汰又要更新 那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循环 那总是在工作几年之后 才突然醒悟 我要开始存钱 我要为我将来的这个 可能要买房 要结婚 要什么来做规划 那一般年轻人一开始 面对这个就很难接受 这个享受的引用 那想不到这个小儿子 他的这个更严重 他这个在这么单纯的一个家乡长大 到了也许到了一个都市 到了一个繁华的地方 他就是把自己的约束放松了 那哪知道这个情欲一打开 他不知道外面的这个罪恶 跟情欲的引用 是何等的巨大 那绝不是说 我单靠我自己的力量 可以控制的 因此在很短的时间 他就顾着享受 也许交了不好的朋友 他的财物就散尽一空 我们在15章的13节 这里提到 就是说他的资财 就散尽一空 那圣经描写 这是很短的时间 可见他这个就是很挥霍 没有节制 就是这个小儿子没有吃过苦 那这时候他才惊觉回来 惊觉起来 要生活下去 但是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因为他的资产全部都花光了 那很可惜的 这时候又遇到生活上的困境 那时候地上又发生了饥荒 他这时候实在是没有人依靠 他为了要活下去 他想找工作 他这时候才发现 他没有一技之长 那为了生活 为了活下去 他不得不吃苦 但是又没有无用的技能 又没有一技之长 那这时候又碰到饥荒 生活条件又不是这么容易的找到好工作 那最后他就只好投靠他人 为人就是养猪 放猪 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 实在是很 最低贱的 卑微的工作 因为在圣经里面 以犹太人来说 他们是不碰猪肉的 猪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卑贱 很低贱的一个生物 而且也不是一个 合污他们洁净的要求 那养猪的工作 照圣经的描写 他这个工钱非常的低 那低到连他应付他的生活所需 他的三餐都有问题 所以他饿到发黄 圣经里面描写十五章十六节说 他恨不得拿 猪所吃的豆甲来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可见他实在是 过得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 非常可怜 他后来想一想 想到过去 想到过去 也许他想到那一些 在挥霍的时候的 在一起的朋友 却没有人理会他 这时候他实在活不下去了 他才醒悟过来 他说他要回去 他要起来 回到他的故乡 就是我们开始所读的这一段经节 那每一个人的人生 也许都有经历这种 就是放荡 这个自我放逐的时候 那我自己也是一样 在高中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是读不下书 完全书 完全读不下去 那我小毕业就离开了家 那到也住过学校的宿舍 然后也住过我阿嬷的家 那我的阿嬷她是开那个漫画店 她有两间店 一间开漫画店 一间开杂货店 她的工作非常的忙碌 那这个店面的对面 就是那个就是戏院 那戏院的人潮很多 而且这个戏院 不是一般的戏院 是专门这个跳舞 就是以前说跳脱衣舞的 那个戏院 那我住在那个环境底下 感觉受影响就很大 因为我住的房子 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漫画店的上面 那就跟这个小儿子一样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引诱 两千多本的漫画 那我这么小的年纪 看到那个漫画 我真的是晚上 我们都会偷偷下来 取一两套漫画 上去好好看一下 那想不到这个日子 就这样沉沦下去 那也没有人管得到我们 那功课就一落千丈 那高中也考不上好的高中 那勉强就是靠这个直升 上了这个一个教会学校的高中 那这个高中为了升学率 他就是每一个学期就减一班 每一个学期就减一班 他这样可以把这些 不好的学生淘汰掉 但是我发觉 从国中开始这个沉沦的现象 到高中完全无法解决 一直到高中 反而更严重 喜欢弹吉他 喜欢看小说 书完全读不下去 果然在这个高二的时候 要升高三就被退学了 那时候家里很生气 说我本来好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我又没有力量可以拯救自己 觉得非常的难过 就是没有办法我克服我这种 自己约束自己 就是一直自我放逐下去 那跟这个小儿子一样 那就是被退学 然后也找不到 发觉也找不到其他方法 那我就求学校 让我留几一年 好不好 那学校就不愿意 连留几他都不愿意收 就一直要把我赶出去 他说你出去找学校 那你找学校 我就就是把你打六十分 让你及格 让你可以继续升上高三 那时候很可怜 因为在乡下长大的孩子 要搭车 我都觉得非常的害怕 不像现在有悠游卡 我可以这样一直搭 路线非常的清楚 那时候很可怜 为了找学校 就找了很多高中 但是都被人洗脸 就是说你们这个学校是怎么回事 一大堆学生跑来 这边要来转学 然后就一直被拒绝 后来感谢主 父母亲也不管我们 他觉得很生气 就是每天回去 就面对他们的愤怒 那也不管我 所以我自己 就是一个高二的学生 就在这个嘉义地区 就是到处跑 就是要找学校 可以就读的学校 也没有人帮助我 也没有人给我资源 那唯一的就是 有一些同学 跟我同样的遭遇 我们就互相通风报信 后来感谢主 就跑到了一个叫破祝 父子的一个高中 那边愿意收留我们 那结果一进去 那个高中就很奇怪 怎么同学都是跳那个八家 八家将 然后都是参加那个庙会活动 然后下课 同学都躲在那个厕所里面抽烟 然后常常就是在打群架 打架 过得非常的痛苦 那好不容易就是 把他挨到高中毕业 因为大家都不读书 我也不读书 所以不读书的人 就可以一起毕业了 那毕业之后当然 就是一无所有 想说也是想跟人家考大学 结果就一直参加了这个考大学 一次考不上 考第二次 也是考不上 那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的 我堂弟 他是考上了这个医学院 那我是落榜 但我父母亲更生气 就骂我说这个是去挑猪粪 每天就骂我说去打赛 挑猪粪 我受到的打击真的是很大 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觉得无依无靠 内心非常的痛苦 那时候唯一的安危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一个人静静的到教会 常常诗啊 祷告 这个诺大的会堂 可以做一两百人的会堂 只有我一个人在里面 那很感谢主 那时候虽然放荡 非然没有办法 书读不下去 那也考不上大学 一无所有 但是唯一能够拿到的安慰 就是来到教会里面 一个人在这个会堂里面 也许自己弹弹琴 也许自己唱唱诗 过一个人的生活 那是非常的孤单 是非常的孤单 那后来因为考不上这个高中 就去就想找工作 在当兵 离当兵还有一段时间 就做过很多工作 那第一个工作是到那个 就是一个梁蚁 梁蚁大王的一个工作 其实不是做梁蚁 做那个藤蚁 他是做那个海滩蚁 两个都有做 那进去之后才发觉 我真的是没有一技之长 跟这个小儿子一向 没有一技之长 那个工作 大家会排挤 因为你的动作很慢 那大家都是论见 好像故宫论见记仇 那突然我编到这个组 大家都是能眼旁观 而且你一边工作人家 一边就是三字经在事后你 国骂在事后你 把你看成好像猪一样 这么慢 三字经就飙飙骂这样 那时候我很认真做 拼到这个眼镜都断掉 你看这个铁字的眼镜 为了煮那个海滩蚁 拼到这个眼镜都断掉了 全身是伤 然后一天赚不到两百块 然后还要扣掉这个吃饭的钱 那我算一算 我这样想说一个月 可以赚个五六千块 结果扣一扣 可能剩不到三千 三千块 那我就觉得后来做一段时间 我就放弃了 那就到那个就是皮包工厂 那皮包工厂就每天加班 薪水也是很低 那常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 在叠那个货柜要出货外销 我就躺在那个货柜的那个纸箱上面 望着天上的星星 那我就想说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我看这个小儿子的故事 就可以让我回想到那一段 就是自我放逐 那个放荡的时间 那很感谢主 那虽然说经历那么多的痛苦 那么多的一些挫折 但是那时候觉得就是 唯一的 唯一的没有放弃的 就是我的信仰 在很卑贱 常常被人家骂 被欺负了 被看不起 但是我总是心里有一个平安 就是很难过很难过 我总是会到教会来祷告 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 那就是主耶稣知道 那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 那唯一能够得到安慰 帮我度过了那一段的日子 那后来感谢主就去当兵 又发生了另一段 更神奇的故事 这以后再讲 那所以这个小儿子 他也是一样 他的遭遇很辛苦 他生活已经活不下去了 那时候他就突然的醒悟过来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我父亲的身边 我要跟父亲认错 我要跟他悔改求原谅 那他自己也觉悟了 所以在15章19节 他说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把我当成故宫吧 所以他这时候 他心里面 就是把自己的心 就是谦卑下来 把自己的心谦卑下来 因为他遭遇到生活上 那么多的事情 那么卑贱的事情 他才了解 其实人算不得什么 那就是他已经无所求了 他愿意回到父亲的身边 但是他已经不愿意当成儿子的身份 他愿意当成是一个故宫的身份 然后决心 他说我当个父亲的奴隶 故宫也好 那再怎么辛苦 我总比一直在外面这样流荡 还有亿亿价值 所以在15章的19节 19节 这里提到他说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这里小儿子的幸福要回去 当父亲的故宫 那再来就提到了 这几个身份 第一个仆人叫做故宫 我们知道故宫是案件记仇 就像我以前在工厂打工 那个是你每天的薪水 就是看你煮几件海滩仪 那就是可以领多少钱 那你如果煮的少 你就是领的少 很多是记件的 就是有点 就是短期的工人 那这个跟主人是没有关系的 你没有劳健保 那你是案件记仇 做完领钱 而且你也没有受到一些什么保护 在我们那时候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享受什么健保 是一个没有正式劳动契约的临时工 或是一个从业人员 那小儿子这时候他就想说 我就是当一个故宫吧 这是表示他彻底的悔改 他彻底的错了 他了解自己做过的错事 为什么这么无理的要求 跟爸爸要求要分家产 但是呢 这个小儿子 他还没有到 走到家门口 父亲老远的就看到他了 那父亲看到他回头 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他就动了怜悯的心 跑上前去抱着儿子的这个景象 连连跟他亲嘴 我们知道小儿子的职业是什么 他是养猪的 那养猪的 我们知道这个味道一定不是很好 条件一定不是很好 那也许全身都发臭 那这个环境也许他就是全身都是臭味 那也许像一些油饼一样 他也没有正常的一个梳洗 也许就是那种口臭 牙黄 说不定 但是呢 这个父亲看到他回来 心里是多么的高兴 他就紧紧的抱住他 而且不断的跟他亲嘴 可见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对这个小儿子 这个隐喻 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有多深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懂事 会自我放逐 会远离这个神这个家 但是主耶稣他连续讲了三个比喻 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的爱我们 重视我们 在我们最无助 最落魄的时候 主耶稣他还是愿意来接纳我们 所以看到我们愿意再回到他的身边 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这个父亲有多么的高兴 不管他身上多臭啊 多脏啊 抱着他 这个是很高兴 连脸亲嘴 这时候父亲他的高兴 我们可以从几个动作可以出来 可以看出来 那父亲就吩咐这个仆人 这个做了四件事 这个第二种的仆人 是一个以西伯来文来讲是一个复数 复数就是很多仆人 所以他看到这个孩子返家很高兴 所以就叫了这个众仆人 他就说要拿上好的袍子啦 戒指啦鞋子给小儿子穿 而且要载肥牛犊 大家一起庆祝 这四个动作只有称为儿子的 才可以配得这样的一个赏识 那这个父亲他没有说什么 他就是用这些行动来表示 回应对这个小儿子的爱 但是那个小儿子他很谦虚 他说我已经不配你做你的儿子了 我这是做你的护工 临时工就好了 你给我一点薪水 我就做你最卑贱的仆人就好了 但是呢这个父亲他不愿意这样想 他触动全家上上下下的人 来接待这个小儿子 那可见这个父亲 对这个师上的儿子的迷途之凡 是多么的高兴 所以他就担任了这个 好像这个主人的角色 大总管的角色 把这个仆人叫来 把这个最好的袍子 给我这个小儿子穿 那把这个另外叫一个仆人说 把上好的戒指拿来 给我儿子戴 那第三个仆人就是 拿这个好鞋子给我儿子穿 那再叫几个仆人 哇你要杀 杀这个把肥牛 最好的牛犊 载来大家一起庆祝 全家一起吃喝快乐 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的兴奋 那他其实我们从父亲的话 就能够了解 他说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 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其实父亲的喜悦 他也愿意分享给所有的家人 让大家愿意再接纳这个孩子回来 因为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 所以说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懂事 有时候我们很倔强 然后派骗众自己的想法 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跟包容 他把上好的福分给我们 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回到神的面前 就像这个小儿子说我愿意成为故宫 把心谦卑下来 回到这个父亲的身边 那他这个父亲就非常的喜乐 完全的接纳他 那再来 这个讲到这个第三种仆人 就是大儿子从田里面回来 他也许工作很辛苦 就听到了奇怪 怎么家里面有这个欢唱音乐的声音 还有跳舞的声音 这个犹太人他们一喜乐 就会大家围在一起唱歌跳舞 这是整个家族一起同乐 然后他就叫了一个仆人过来 这个仆人在希伯来文讲 就是一个小仆人 像童仆一样 童工童仆一样 小仆人 仆人他没有什么心机 他就是也不会想太多 他就是把看到的什么 就直接跟他的这个大儿子主人讲 他也不会修饰 他就跟大儿子就直接说 说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看见他无灾无病的回来 就把小肥牛 就是肥牛堵就宰了 那大儿子一听到这个肥牛堵宰 他就非常的生气 气得要命 他不愿意进去庆祝欢乐 那弟弟回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父亲就来劝他说 劝他一起来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弟弟回来 一起来高兴 可是呢 他对父亲说的第一句话就说 他说 看哪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我们可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后面 二十九节 十五章二十九节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要为他宰了肥牛堵 这个大儿子 他讲的也有道理 他说 这个就是觉得很生气 他就拿自己比较 因为他刚从田里回来 可能做得很辛苦 结果看到父亲竟然竟然用这种 来对待他的儿子 他就是很生气很生气 那其实这个儿子 他并没有真正了解的这个亲情 这个父亲的爱 他用这个服侍付出多少 来比较 来这个 这个来比较 比较这个 这个要得到这个父亲的爱 其实这个 这个不管是小儿子跟大儿子 小儿子的浪荡 大儿子的这个生气 看起来也是都是很合理 但是 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加的就是 连结 就是跟神之间 真实的一个爱的关系 就是不会用这种计较比较 来看谁得的爱多 谁得的爱少 那这个大儿子 我们再讲回来这个大儿子 讲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 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儿子的反应 可以让我们也学习到一些 这个思考也让我们一个警惕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大儿子 他无法体会这个父亲的心意 因为他天天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那自己的弟弟离家了 整个家庭 这个玩 这个一个圆满的一个家庭 其实有点破碎了 就像初心的裂痕一样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感受到父亲担忧的心 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和睦的一个家庭 因为儿子离开 那当父亲了 怎么会不担忧呢 所以他不会跟父亲 谈谈儿子弟弟的事吗 那他不会去打听 看看弟弟的有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是不是要稍把一些弟弟的讯息 来安慰父亲 那从这些叙述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 他这个大儿子 其实他并没有办法真正体会 这个父亲的心 他更不应该为了弟弟回来 当父亲带领全家高兴的时候 他反而在那边嫉妒 这生闷气 他不了解 父亲对孩子的爱到底有多深 那也不了解去协助父亲 分担他的一个忧劳 不能了解父亲的忧伤 不能了解他的心意 那第二个 就是他没有怜悯 失丧者回头的心 当他从田里工作回来 听到家里欢乐的声音 就叫家里来问 他知道是弟弟回来 他反而不高兴 他觉得好像又回来抢他的产业一样 那他用很堵的话 告诉父亲 说这个弟弟 被这些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回来 你反倒为他宰牛肚 宰了肥牛肚 那这个哥哥 他就是缺乏怜悯的心 看到弟弟的罪 那他也许 他了解弟弟的情况 但是呢 他既然了解弟弟的软弱 他为什么 就是没有动慈悲的心 也去帮助 去劝劝弟弟呢 那或许 他并不了了解弟弟的状况 他也只是猜想 那他是随意的定人的罪 而且对 对象是他自己的亲弟弟 所以 他看到弟弟这样的错误 他并没有试着去纠正 去帮助他 去引导他 而且他看到弟弟回来 也不能够接纳他 而且去赦免弟弟所犯的错误 这就有显 这子耶稣在 跟这个法律赛人 跟文士 他们总是高高在上 觉得自异 那他看见这个税吏 还有一些罪人 靠近耶稣 来听耶稣的道理悔改 他还觉得 这个耶稣怎么会这样 还跟他们一起吃饭 觉得还怕被受到污染 跟他们保持一个很远的距离 而且常常批评来论断 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11节 路加福音18章11节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 说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兼淫 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 他也会感谢神 他说他不向别人这样 而且他都信上十分之一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标准 虔诚的信徒 但是呢 这样的祷告 却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神的爱到底是多大 对一个这个我们就是遵行神道理的人 我们有时候会无法去体会 但是对这一些这个失上的人 能够回头的人 他们得到的 反而更大的一个感受 那主耶稣他这个比喻 也是给我们一个思考 有时候我们信仰上会过度的自意 有过度的自意 过度的自意跟自信 缺乏一种怜悯的心肠 有时候我们会拿着这个 我们说拿着鸡毛当令箭 随意的指责 论断别人 甚至伤害人的心 把弟兄姐妹绊倒了 让他们 也许这种指责的话 让他们不敢再亲近教会 我想这些都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所以圣经里面有两节经节 在勉励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像这个大儿子 但是我们要长存怜悯 这个宽容的心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 新约圣经两百六十六页 加拉太书六章一节 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 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这里是保罗的勉励 就是说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 但是呢 这个温柔的心我们还要加上一个 就是要自己很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也许他现在罪恶当中 我们要去把他拉出来 但是你如果不小心 你有可能也陷在这个罪里面 所以同样 我们有这个怜悯宽容的心 我们一样也是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自行 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 在新约圣经三百三十三页 三百三十三页 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 十九节他又祷告 雅各书五章十九节 不好意思 十九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失明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这里圣经也勉励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在旁边 也许就是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那不愿意伸出手来帮助 常常我们会做这种判就是角色 就是能眼旁观 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那即使圣经勉励我们 有迷失真道的 有人使他从罪人 从迷路中回转 救这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这是非常非常一个有益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 他不知道过在感恩的生活 在十五章十九节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糕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十五章二十九节这里提到 这个大儿子他真的很用心 他也不怕吃苦 他也很节俭 在外面总天劳碌 但是看到父亲为弟弟 这么大事的庆祝 他向父亲提出抗议 可见他心里中一直计较 一直计较 但是父亲回答他说 儿啊你常与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 父亲告诉他说 一切都是他的 他是可以完全做主 大儿子也许自己不知道 这个小儿子已经把产业分走 那这个产业其实将来 这些都是大儿子的 他有管理的权利 那他常常在父亲的爱中 但是他却没有感觉到 就是这个 他在这个恩典的日子当中 来过生活 完全不了解自己 是活在一个恩典当中 所以我们就可以思考 我们今天是 这个在主里面的人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 那当我们侍奉神 那我们来这个为主做工 应该存着感恩的心 不是用计较的心情 他做多少我做多少 那他的爱得到多少 我的爱得到多少 他这个大儿子 也许一天的劳累跟炎热 让他的这个头都昏了 他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但是他却用这个计较的心 去为了要得到这个父亲的爱 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 提到说 我们其实都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节提到说 我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众仁仆仁 就是说我们在为主做工 就是以仆仁的角色 那来服侍主 那在做工当中 不要用这个计较的心 那再来我们就谈到这个父亲 这个父亲的角色 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是以我们现实 这个比较生活上来谈 浪子他有走出去的一个气魄 但是他遇到真的是绝境的时候 他有返航 低头返家的一个勇气 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 愿意迷航知返 但是拥有一颗父亲的心 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会担心他的孩子 多少个夜晚他会担心 也许听到儿子发生了什么困难 他会流眼泪 他无奈的时候帮助不了他 他会叹息 当然有时候在相处当中 有时候我们在跟 不管是我们亲人或什么相处 有时候血气上来 我们容易发怒发飙 骂人非常的容易 但是这些并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个儿子 也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意义 那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想想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常常在生活中 有时候也会当这个浪子 在感情上 在工作上 在信仰上 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放逐 远离一段时间 但是呢 多数我们还是要扮演这个父亲的角色 父亲的角色 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 有时候在夫妻之间 在亲子之间 在朋友之间 在人与人相处之间 都会有很多的冲突 都有很多的冲突 很多难解的这个题目 但是这个为父的心 为父的心 就是我们要学习 就是能够把这个家维持一个关系 这个为父的心 就非常重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这个父亲的宽容的心 包容的心 接纳的心 那在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 认识自己 那我们从生活的角度 来看浪子回头的故事 看起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是一个好的结局 但是有时候 我们怎么觉得说 这个世事总是不是那么如意 有人看到的我们的表面 觉得好像很顺利 其实我们内心的波折 遭遇的困难 别人并没有办法了解 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儿 就是要去面对 面对这个 面对这个世上的一些挑战 面对世上的困难 也要面对这个 直接面对神的爱 所以有时候我们 对自己的孩子 有时候觉得说恨铁不成钢 怎么不懂事 那有时候对我们深爱的人 会觉得说 为什么伤我们这么深 当这个委屈来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用 为父的心去面对 选择这个就是体谅 能够原谅他 能够来承担来包容他 甚至带领他 回到这个主的爱里面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学习 一个交托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感谢主 今天我们用浪子回头的比喻 我们分享了几个 这个人物的角色 从小儿子 然后还有这些仆人 有故宫的身份 有这个众仆人的身份 有这个同仆的身份 还有大儿子的角色 还有这个父亲的角色 那这个在我们看 这个比喻当中 其实可以让我们思考 那也许我们都担任过 这些角色 那主耶稣他讲的比喻 其实有更深重的意义 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深思 那我想我们今天早上的 这个分享 跟一起学习圣经的道理 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